美国经济二季度的GDP指标已经出来了 负的32.9% 负的 就是美国GDP萎缩了32.9% 第二季度 它第一季度的时候是萎缩了5% 下滑5% 那就非常有趣了 说是创上世纪40年代以来最低 最低 主要说是受疫情影响 基本上餐饮、零售、旅游都停了 特别航空 美国人现在就在家待着 在家领着钱 还不能花出去 现在美国人都变成富翁了 想出门不允许你出门 那这个疫情拖累经济都能看出来 美国是负的32.9% 最糟糕情况是什么呢 是美国他现在这个疫情啊 没有好转迹象 你要说这个第二季度是吧 负的 那下一个季度咱们升上去也行 但是现在你看这个疫情啊 美国的疫情它是 越来越严重啊 现在每天都6万多确诊 他这个疫情不断没有下降 还是往上涨一天6万呢 现在都400多万了 美国确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你说后面呢 第三季度能不能好转 他现在不知道啊 那第二波疫情 第三波疫情要来的话 那你说美国怎么整啊 他现在你说 让他戴口罩吧 又有反对的 反对的 有要戴的 有不要戴 就是他意见不能统一 左右摇摆 最后弄得自己 疫情爆发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民主社会 民主社会面对疫情 这个脆弱到一定程度 好的时候吧 大家一个劲猛吹 就看不到 民主社会的毛病 我觉得我是YouTube上 唯一的一个 能给你看到 民主社会毛病 咱也不说是缺点 就是个毛病 你也不要把 民主社会想得很好 人类的社会制度多了 人类会根据自己的选择 选择一个 适合自己的社会 社会制度 现在看 面对疫情 这个民主社会就不行 真的不行 很有趣啊 负的32.9% 就33了 接近 哎呀 三分之一的GDP就 就没了 没了三分之一 全年啊 今年的美国GDP 肯定也是负的 如果这疫情继续恶化 这个负值可能还会更大 中国二季度已经正了 变正了 三点多 百分之三点多 全年可能恢复到百分之六 那中国如果是百分之六 美国的全年GDP 咱就说是负增长 那中国就甩 一下子又猛追美国 猛追了很多 那你想如果扩大到百分之十 中国正的百分之六 美国负的百分之四 那就是十个点 一正一负 对吧 中间拉到的百分之十 就中国一下子超越 超越美国 因为什么之前美国 比如说是中国百分之六吧 美国百分之三 中间差三个点 这让中国碾美国 有点费劲 美国GDP总量大 中国虽然增长比美国快 但是我 总量小 每次往上碾的 速度 但这一次疫情 你看到美国没有 一下是扩大到十个百分之 就这一下就是 我之前说的 这中国的GDP 因为疫情 不但没有和美国拉开距离 反而缩短了 我之前一直给你举例子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中美都像两个卡车一样 都要往前超越 那些小国咱们不说了 那些小国 你包括什么德国 日本 他们的经济会受重创 小汽车 它就是归宿前进 中美要往前开 但是现在发现 美国这个卡车 也慢慢减速 中国在超越美国 而且是加速超越 不是说中国提速了 是美国减速了 美国负值太大 减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次疫情 对中国有利 真的 经济上来说 对中国有利 美国 它这个民主制度 我就说 你如果想跟中国竞争 咱是什么 真本 对吧 你把疫情控制住 对吧 二季度不行 你三季度跟中国竞争 跟中国抢 又不行 最后只能搬起意识形态 让大家一起打中国意识形态 玩到最后 什么都没得到 你说 百分之负的 三十三了 你这个负值 你这个疫情 如果后面又扩大 你还是 很多行业不能恢复 那怎么办 美国弄的 现在都开始 是吧 免外国学生了 要求学校 必须开课 不顾疫情 都要求开课 就美国总统 他要恢复经济 你说都疯了一样 就可以想象 美国现在也着急 就不敢开门 开门 大家都得病 说这个疫情 对美国的重创是最大的 我觉得最大 中国应对 应该算是非常得力 你从这点上看 我告诉你 不说中国人聪明 就中国这个国家 本身它就是什么 发展中国家 我这个经济 一定是向前发展 因为我有潜力 而美国 你到美国到日本 你可以看明白 该造的都造完 那马路 是不是翻修多少遍了 那马路 日本的马路排水 它跟海绵 是在往下吸水呢 马路都可以排水 不用什么下水道了 明白吧 特别先进了都 那你说还有什么新的增长点吗 而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马路以后翻新 你想想 咱翻新成日本那样 那我这GP 蹭蹭的 所以我未来 我未来有很多增长空间在这 而发达国家 它已经发展到头了 它就那么大了 没有新的增长点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 就算受疫情冲击 中国还是可以保持高速增长 空间 发展空间在这 中国不是发达国家 这也就是说中国啊 在这个经济这块 超越美国不是问题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回我觉得疫情啊 可能把这个时间还提前了 我刚才给你推的吧 扩大到10%了 中美经济的增速 一下子差到10%了 你往下减 我往上加 反而什么扩大了 这个差距扩大了 哎呀 有可能还提速啊 我觉得这次疫情 对中国来说 这个中国经济可能要提速 国际上对这个说法呢 其实也是认同的 国际上 世界银行啊 预测2021年 就是明年 中国的GDP 可能要增加7.9% 大家知道今年 去年啊 去年才是6点多 对吧 6.4还是6.5 7.9就接近8了 中国是2012年 首次破8 2012年增速 降到8以内 那这一次将是10年新高啊 2012年 又回到8%了 7.9嘛 那你就说 这次疫情反而刺激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个是什么逻辑 你能听懂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 疫情刚来的时候 全世界 为什么大家都抢美元 为什么都抢美元 发现放眼一看 其他货币比美元还烂 是吧 那我只能抢美元 降低风险 这会儿你明白了吧 同样道理 为什么 这次疫情 好像就 哎呀 中国经济完了 中国经济慢了 反而不是这样 中国经济反而加速了 中国经济反而更快的超越美国 为什么 就和那个美元是一样道理 周围太烂了 不是中国太强了 是其他人太烂了 太烂了 日本好像都负的11%啊 今年可能 其他国家都是负11% 中国还有 还是正的百分之几 正的百分之六 那你想想 是不是 中国反而成为一枝独秀了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啊 有时候 我在 好像三个月以前 我就把这些规律都跟你说了 那时候有些人不信了 今天这些所有的数据 是不是证明了我之前说的 是不是证明了 那我说的话很靠谱吧 我最简单的这种啊 这点东西 一点再跟你分析 你就明白了 一点一点 证明我之前说的就是对的 整个世界因为疫情都不好 很多国家啊 它会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钱 记住 钱这种东西 它会选择躲避风险 第一选择 增长率高的国家 那一看全世界 中国是正增长 钱就进来了 我告诉你啊 钱就来中国了 会想办法进入中国 那个地方是增长的市场 而所有其他国家没人进去 为什么 风险太大 都是负增长 只要在疫情期间 中国保证 中国保证正增长 全世界都是富的 中国是正的 而且这么大个经济体是正的 那全世界的目光都盯在中国 全世界的资本也都盯着中国 就像当年的美元 三月份上那美元狂涨 为什么 一看在周边 哎呀 这土耳其里拉 这卢布 哎呀 这日元 我里妈都在贬 什么这个台币 港币 哎呀 你看就美元 最稳的 我其他的地方不要 都抢美元 线钞都抢空了 ATM机里边的100美元 那线钞在美国 都已经不够用了 全的提款都提出来 大家都抢美元 一个道理 就面对大的世界危机的时候 你如果能保证正的增长 你的经济非常稳 是吧 你是共产党执政 很稳 政权也稳 经济也稳 我天哪 你那就是天堂啊 这人世间都是地狱 经济都不好 你那是天堂 你想这个结果呢 这大量的钱 就会向你这汇呀 汇聚 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所以可以看啊 我可以看啊 你看后续 美国这个疫情啊 很多人说是 中国要完蛋了 我今天给你 这么一简单的分析 你会发现 中国利用 如果说这危机危机 来了危 你要掌握这个好关系以后啊 你能把它变成转机 反而加速中国经济成长 道理在这儿 明白吧 其他人都不好 如果你能明白了 什么内循环 经济也是正征着 对吧 内循环 马上 我告诉你 马上 我觉得应该感谢美国 感谢美国 为什么呢 在危机来之前呢 美国先给中国打了个疫苗 打个疫苗 疫苗 什么东西呢 贸易战 它先让中国产品呢 退出美国市场 是吧 如果中国过于依赖 美国市场 中国这个外贸企业 倒一片 突然倒闭 但是美国跟中国 打了一年半的这个贸易战 中国这个外贸企业 经受了美国这个贸易战考验 本来就把市场转移到别的国家 或者我不搞外贸 或者是搞一部分外贸 搞高端的 就把那些低能的淘汰掉 或者我不在这投入 给中国准备了一年半的时间准备 然后来个大病毒 病毒来到世界 其他国家没准备好 中国准备好了 是不是 外贸是不是 我全部停了 外贸 好 那我们之前跟美国打贸易战 不也是吗 外贸也不好 那我们有准备了 只不过 不会像之前没有准备那样 死的那么惨 现在都有准备了 早就人家是该转行转行了 该造别的去造别的去了 该开发别的市场 开发别的市场 所以得感谢美国 我现在就有点觉得 这个川普啊 跟中国是商量好的 很多事都是提前跟中国配合 哎呀 你那说是天佑中华 我觉得应该算老天爷保佑 你说这一年半美国川普 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 是不是给中国提供了一年半的准备时间 刚打完贸易战 签完字 马上大年三十晚上 这病毒就来了 天意啊 我觉得你这么一看 是不是天意 老天爷啊 真是保佑着中国 真保佑着中国 哎呀 这个病毒对外国影响更大 你记住了 中国利用这个病毒 这个时间 不但经济没有落后 反而反超了其他国家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个提速 提速 有时候你开车的时候 要超超车 是吧 手动挡超车 你得把档位减下去 不是 一减一减档 你反而超他了 这是一个道理啊 没开过手动挡 不懂这个道理 一个道理 哎呀 这回中国的超车 我觉得是天意 美国的这个经济数据啊 你不用看太多 对美国也有利 美国华尔街 他玩美元 我刚才 我之前讲过 美元的那个 哎 割韭菜 他是需要美元 现在往 往低位去的 往低位去 之前发的那些美元 可以大量往回收了 对美国也是有用的 你不要以为美国会反对啊 反对美元慢慢贬值 他不反对 他也不反对 这是美国的命数 也是美国自己啊 他的一个规律 循环规律 咱们中国只要做好自己的 未来啊 你会看到 这个病毒啊 就像我之前讲的 中美啊 这两个卡车 一起往前挤驰 有时候美国减速了 中国就超过去了 还是我这个速度80万 他减到60万 那我就超他了 对吧 而其他世界上 其他国家 你看看其他欧盟啊 日本啊 什么什么 其他东南亚 印度 骑小货车 他很小的 小翘车 慢慢悠慢慢悠 都负增长 零增长 停在那了 那你说我 我之前一直 是不是这个逻辑 就是这次病毒啊 让中美啊 会远远甩掉其他国家 美国从美元质值 经济下滑 这块可以大量的把美元收回 割世界韭菜 美国也获得好处 中国呢 经济超越美国 玩内循环 钱也会进入中国 中国这个会越来越稳 我告诉你 人民币会越来越升值的 这是趋势 哎呀 人民币资产也会越来越钱啊 越来越值钱的 外国会越来越想持有人币 但是现在是国家 咱中国不让他进来炒中国人民币资产 我告诉你啊 外资一进来炒中国人民币资产 你知不知道 那个北京上海的房价 又涨成什么样子 啊 见过当年的东京没有 比那个还要恐怖啊 不我就告诉你 中国还是要控制外资 不让他进来炒 那帮人要进来炒 那就不是东京了 我的妈呀 直接那个 玉皇大帝住那个地方 都那种价格 上天了 所以啊 你明白里边的道理以后 我简单的跟你讲一讲 明白里边道理以后 中国是控制 不让外国的钱进来炒 是控制的 那你对中国经济还没信心吗 对吧 有时候说这个民主制度怎么怎么好 你看看民主制度 还有中国这个制度 哪个对中国更好 这你自己想一想 我觉得在这种事上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什么都不控制中国完了 被人搁酒 就是早晚的事 越往后看吧 越往后看 中国的经济会把其他国家甩的更远 因为世界上还是我之前那个理论 风平浪静 大家是吧 小船大船 谁都瞧不起谁 你小船可以开得很快 哎呀 我超越大船了 一旦来了 这个暴风雨 狂风巨浪 帮着小船就翻了 小船翻了以后 把船上这帮人呢 提着行李 游着泳 要去哪啊 要去你这个漫漫悠悠的大船上 钱就过来了 哎呀 上了大船 对不对 你的资源也就多了 就是一旦碰到风浪 你才能知道 是不是 哪艘船 更稳的 不要跟那些小国家比较那些东西 一旦来风浪 就知道了 就像那个巴菲特讲嘛 这个退潮的时候 才知道谁 是吧 谁光着屁股 谁穿着裤子 只有退潮的时候才知道 就来风浪以后 小国家都没有经受 这种大风大浪的能力 这次疫情啊 你看着吧 对世界很多国家 都会是 我觉得都有些是灭顶之灾 灭顶之灾 甚至政局都不稳了 有些国家准备要战争了 经济太不好了 得发动战争才能解决自己的内部矛盾 这就是我说的 后续疫情如果还是向美国控制不了 它经济完蛋 只能越来越完蛋 所以你这么一看啊 美国这些政客也好啊 这些政治家呀 真的 没有远见 没有远见 戴口罩 不戴口罩了 降来降去 最后呢 老百姓买单 你说经济落后 是不是老百姓买单 对 美国人不会买单的 美国有钞票 他自己印戒条 由全世界人民买单 全世界人民 也包括中国啊 给你买个小小的单 但是大部分单呢 是由其他国家买单 谁手里没有美元 谁就买单 这世界吓不吓人 公平吗 你想问问 公平吗 这世界 我手里没有美元 我得给你们买单 我已经穷成这样了 非洲国家了 这么穷了 我得给你们买单 你们国家那么富了 我得给你们买单 穷人给富人买单 穷国给富国买单 哎呀 我不能再展开了 时间太长了 你就想想 这个世界公不公平 在这么不公平的世界 是不是需要 中国这样的 稳定的国家 如果14亿人 咱们中国人 发展起来了 这世界 是不是能相对 更公平一些 我只能说这些了 自己这个东西 面太广了 你自己体会一下 还是 我对中国经济越来越乐观了 越来越乐观了 超车里面 你减速了 那我还是那速度 那我一定超你 在高速度开过车都知道 就讲这些吧 我不希望 像那些不懂经济的 又跑出来讲经济 拿着一个点的事 是中国完了 中国经济完了 大面是怎么可能完呢 他不懂经济里边的逻辑 底层逻辑 他那是吓唬你们 吓唬你 中国要是真完了 美国至于 费这么大劲 对付中国 你也得好好想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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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